原标题 国家的重要组成 因此是死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 俄罗斯他们的总统普京 对于领土问题这样讲到 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很大 但是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显然每个国家都适合 清朝19世纪20年代那时 我国的土地拥有1316万平方公里 然而进入清朝后期时 当时的清政府相当的腐败无能 即便是有同列强进行抗争 然而结果还是赔款丢割地 单单杀了这个国家 就把我国的160万平方公里 土地面积给占据 话说当时的清政府 丢掉了很多的土地 然而还是相当努力 去保全另外两块重要的领土 那么就让小编就以 中国最重要的两块国土 依中国人提议 一块卖俄罗斯 一块卖 英国媒体来说说 关于这方面的事 当时处在清朝后期 而清朝有个大问题 那便是海防或者再防这两个问题 要选择哪一个呢 日本那时对台湾进行侵略 德国又对我国的新疆进行侵略 英国还寄予我国的西藏 简直是困难重重 因此当时政府便打算进行海防 跟赛防这样的策略 后来我们的新疆 很多的地方被叛军R500占去 之后沙俄借口帮助我们的清政府 把叛军赶走 就这样夺取了我们的伊犁地区 最后清政府知道了沙俄丑陋嘴脸 便让左宗棠代军队对新疆进行保护 与此同时日军把我们的台湾给占领了 由于这时清政府全部精力都在新疆上 显然是没有财力跟军力去对付日军 不得已的情况下 清政府便想用50万两白银 使得日军撤退 最后台湾才保住 然而后面英国却想得到我们的西藏 跟云南地区目的便是把这两个地方从缅甸的路线给打通 结果就是使得长江的货物能够方便去缅甸 19世纪80年代 英军对西藏地区进行侵略 但是藏军胜利了 然而英国也心不死 竟然试图对我们西藏地区实时渗透 显然这样的话 我们的海防跟赛防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由于清政府缺钱 不可能意气坚固 没有选择 所以便同列强进行了谈判 最后才不容易的把新疆西藏地区给保住了 然而到了维新变法那时 居然有个人提议说道 要把新疆同西藏卖掉 而提出这便是康有为 那时可以说康有为一心扑在变法上 于是就觉得应该把那苦寒之地西藏卖给英国 这样就有银两来进行他的变法运动 同康有为一块的还有谭四同 而他认为新疆应该卖给沙德 这样就可以弥补掉甲午战争赔给日本的那些赔款 在他们心里我们的新疆同西藏都是贫瘠的 完全就没啥用 这样干脆卖了一球安宁跟金钱 但是如今我们在西藏和新疆那里找到了不同的矿产 同时也受我们国家固有的领土 显然不会让哪个来侵犯 倘若失去了他们给了英国同沙俄 这样一来我们的西北同西南门互大开 相当多的内地省份便被暴露在外 我们国家将大不相同 然而我们很庆幸 亲政府虽然腐败无能 然而这事却并没有这样做 不管怎么样都在努力保护我国最重要的两块领土 对于维新变法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到它的优点 而康有为和谈四 他们我们很少说他们卖土地求和的事 我们必须正确去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 但要明确不管何时我们土地都是不容侵犯的 喜欢小编的就点击收藏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